ufen ae re hey 就是肯定ig기를 Pit 但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怎麼樣 你 Nah 我希望有这个机制和巧妙 真不是机制巧妙 我一点都不知道 说实在的整个我是搞技术的 根本就不懂打什么叫打官司 一点都不懂 就是除了那个跟那个 现在是专家了 真是的 有一个就是你知道纽约的 一个法学院院长跟我讲 Sherry这事完了之后 You should come to law school 那徐会长是说吗 好几个好几个年 OKOK那我简单讲一下 好各位朋友晚上好 我是Sherry Chen 今天特别的高兴 大家能来和我一起欢度 参加这个庆祝晚会 我一直就是在我这案子胜利以后 我们在国会山举行了国会招待会 然后在那个加州的湾区 有一个很大的庆祝活动 又在我所在的州 俄亥俄州有一个很大的庆祝活动 那我就一直希望能到波士顿来和这的那个朋友一起欢聚 另外呢我想当面来感谢所有就是曾经支持我的人表示感谢 我特别想做这件事就是我在案子中我都这么想 我就说这完了以后我一定要去感谢大家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今天呢是我的愿望实现了 所以我非常高兴 刚才我说哈真不是没有什么技巧就这个事说实在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漫长的旅程 这个对我的就是他们对我的非法调查是十年前就开始了 这个非法调查以及后来的那个错误起诉呢 使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职业生涯和我的名誉全部被毁坏了 我所经历这一切遭遇 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任何事情 而是因为我是从中国来的 如果我不是从中国来的这一切事情都不能发生 这都不会发生这是我的律师说的 说的说 if you are not from China this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in the first place 确实他说的一点不假 我后来就是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讨个公道 我一定要找回政府 我要让政府对他的旗帜行为付出责任 这个你们对我多年的支持使我有了力量 我能继续前进 那个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 我也是不会取得历史性胜利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从中心向大家表示感谢 我的很多支持者今天都来了 我就特别高兴 然后我特别嘱咐清清 我说的你一定要想法找到所有的人把那些照片都找出来 或者你那些材料 支持我一定要找到 我到每个地方去都是这样 而且我要继续这么做 就是到全国其他的各个地方去感谢 当面感谢朋友们 有些有几个朋友跟我说让我介绍一下案的 我其实真是没有想讲的 因为太长了哈 我说打了三个战役 这个三个战役啊 我一个都没有期待的我要打他 真是我正是在那个事业上在高峰的时候 就是我做的那个模型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太重要了 他能保护国家的就是财产以及人民的生命安全 而且有些人也知道 我还曾经获得了一个国家奖 就是因为帮助救了一个城市 那个那个从那个洪水的灾难 那个所以呢 而且很多人都很多州啊都来找我 就是想让你做更多帮他们的州 所以我正是做的好的时候 突然间就是碰到了就是这就这种冤案 你怎么办呀 你想你一个搞技术的人员 哪一天那个突然6个IBI冲进你的那个冲出奥飞 就是埋伏在一个那个屋子的里边 我刚一进去上班的时候 一下就把你给靠住了 然后就告诉你 那个就是宣读那个那个那起诉书 这整个的就是就是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就玩的细节真是真是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心就就沉下来了 你知道吗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这个 你当时你都想我都我都就是整事是忙碌的 然后整个那个那天 家里边围了很多的那个记者 就是敲门呀 一个又一个的 要interview你 那天窗帘就关上了 他们不能interview我 就是interview neighbor吧 整个neighbor也知道了 然后你就就 就我根本一个月没敢出门 我就不知道 我就觉得那些记者就在什么拐弯的地方 刚才那儿藏着呢 你出去他就来interview你 整个就没有出去 就是然后呢 就是那个就开始打官司 当时他们把我的账都查了 发现我没有钱 账上没有钱 因为我就是政府 政府职员 我没有任何败款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要有官司 打还得存点钱 对啊 后来他们就给我派了一个 public defender 因为我也今天上午说了 他没有这个white color的 那个experience 他有很多case 40个我这case要很长时间 后来关键是他miss了一个差一点 miss了一个就是开庭的日子 我还怕急了 我不知道以后这样后果会是什么 所以就必须找一个 就是你的private 那个attorney 可是又没有钱 就是那时候呢 又不能告诉任何 就是我的律师不让 不让和媒体 或者任何人联系 所以这样的话呢 没有人知道 就是就是后来 我家里边的亲人 在国内啊 四处奔走去筹集一笔钱 因为这律师不接你的案子 必须你得这一大批钱到位 没有钱 然后他们就去 最后最后我就拼了命的跟他们打 然后最后呢 开始是四项查局 最后我的律师发现他们有很多问题哈 就是指出了问题 叫那个飞头浮浪 他们回到那个grande jewelry去修改他的错误的时候 他回来 他为了让他们不显得那么难看哈 他自己那些 他给你来一个double charge 从四项增加到八项 那个时候是我的生命的最低点 因为你就觉得 因为你就觉得开始的时候是25年in prison a million dollar in fund 他在double charge 你就想 你这一后半辈子就是in prison 在那个cell里头待着 那个cell里边是什么呢 就是不锈缸的 你知道吗 一个桌子似的一个椅子 还有一个不锈缸的马桶没有看 后来我一想 这就是以后我才是下半辈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 真的 后来然后最后 这个MBI没有做工作 调查我的那个单位在商业部的是非法的 就是整个是一个盖世代保 最后这个Senate Roger Weaker 他们不是那个Oversight Committee of Commerce 发现就整个他们16年 Operate Outsider Law 你知道吗 居然这个美国商业部里边 居然有这么一个unit 能他们能非法的 就Operate Outsider Law for 16 years 然后我的case呢 他们以为他们能那个 就是抓到了一个大鱼 一个大间谍 那就受奖 真是IBI给他们 给他们翻这个了 所以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而且他们拿到了一个Gold Metal 这Gold Metal是商业部 HIGHEST的Award 报他们这些以略购 你说简直是 这全都 你说就是 不是我跟你说 这故事太多 没法就是讲不完 Anyway就说到最后吧 然后 IBI他起诉我之后 把我起诉之后 他到我们家里去做了调查 哎呀 我那个co-worker 他们一发现新的证据 简直是根本对他们一点力都没有 而且呢 这个有一个 后来他们又加了一个prosecutor 加强他们的team 可是这个人比较正规 他不是用那个discovery啊 就是给你给你那个捣乱就是那种 他是比较我要给你什么都给你 就是把你要材料应该给都给 他把新发现的那些材料都给我们寄来了 哎呦 最后我看我那个co-worker 确实他们都说的实话 然后对我极端有利 他们这个就发现他们这个绝对是个错案 他们自己没有做任何工作 后来呢 就跟我们开始给我弟友 这什么弟友呢 你只要挑一条 你随便选一条罪吧 我就把其他的全给你 就是dismiss了 说而且呢 你这样的话 你还不用 都不要给你dismiss 就是missdemeanor都没有 就是那个就是最轻的都没有 什么 都不是probation 比probation还要轻 就是你一年以后啥也没有 连record都没有 就记录都没有 全抹掉了 什么事都没有 我那律师就 就就就就说 sary啊 你偏会想要 就这个理由 是不是 你你拿到之后 就是你最后就是一年 又不用进阶级 也不用 没有发货 什么也没有 你到时候就 就就就没有事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了哈 然后你跟你家里边好好商量 跟你在国内的亲人也好好商量 是不是 我是不是应该tick the deal啊 家里边人我的老母 他们一直就是从这个就是就是一直就瞒着他根本就不敢让他知道他要知道了真是不可想象 家里任何人也不能接受说他的妹妹 他的姐姐姐要进真有这个他们谁也接受不了 你说他们他们的response是不是都是不能接受 可是就是这是一个关键的选择 我应该怎么选择 这是没有技巧的事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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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Decision我不能接受任何一项 就我不能承认 你承认的任何一条,这都是crime,那你就是criminal,对不对? 我这么清白,我不能承认,我就不能接受,我怎么也不能接受任何这个地方。 我就get ready for the trial. 这时候Jury,就是selection已经on away,他们已经选了50个Jury了, 就开始,然后你就该开始怎么样,两边选的时候了,这会怎么着? 这个judge department突然就是他出了一个motion, 他就是要求court dismiss all the charges against me. 就是然后立刻通知那court不要再继续进行那个Jury selection, 就是他们要drop所有的charts,那个judge就dismiss the case. Case is over. 这个时候真是我那个时候自己是自己在find, 没有人,没有社区人,也没有任何人来, 那个时候呢,我不能说我是为了别人, 我要找一个清白,我要找一个公证,我要hold他们accountable. 那后来就是我那律师就是后来我这个事, 这个一出来之后,纽约时报,他们就进行对我一个专访, 他那个报纸一出去之后,全国的各大媒体就基本全都转发转播, 就是全都发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时候,薛海培还有很,就是那个他当时还拿着报纸, 不是那个网红看新闻啊,都是看纽约时报什么的,看到这些了, 然后呢,这个国会的几个议员,像什么刘英平啊, 赵美心他们也都看到了,还有几个,然后呢,拍的六,就是这些, 然后最后,后来他有,他就找我的律师去联系了, 我的律师就好像还和他是同校是不是, 校友,校友,我还带了一点,他说, I'm a guy,他说,speak a good English, 骑士,骑士, 他就说他是从,就是一个产生美国的,就是好像是一个组织, 从一组织来,那时候还有这种组织要来跟我联系支持我, 那时候我还真是第一次,然后就,就正好有一天, 我跟我律师在电话通电话,他说你等一下,他的电话来了, 然后呢,就给他喝到speaker phone,那时候我就跟他谈话, 那是第一次怎么跟他认识的,那一天, 那以后他就跟着我一直走,走下来了, 那就是让他承识到你, 就是他也跟我说了好几遍, 我们就说了,Sherry不管这个多长,我们都会跟你一直走到底, 那个就是,谁想到走这么长啊,对不对, 没人能想到,我也没想到,后来呢,我以为我就能回去工作了, 结果商业部觉得太丢脸了,他们暗中调查了一年多, 也没调查出任何东西,但是他们觉得他花了太长的时间了不行, 那我们怎么交代啊,我们这些时间,这些人,就我们单位花了, 他又弄了一个team,一堆agents参加我这个, 叫criminal backslash counterintelligence,这个tax board, 就开始秘密调查,你想,他们调查这么长时间, 这些什么工位没有,他哪装,他就不干啊, 而且你这个人要回来工作,他们觉得更不能, 就是脸上又无光嘛,他就要fire我, 他就最后呢,给我terminated了, 这个时候我又有一个选择,怎么办啊, 那很多人说Sherry你走吧, 你就是你这个技术,你出去干一个这个资金公司, 你million dollar,你要跟他们打什么乱, 他们对你这么不公平,走吧, 就是很多人这样劝我, 那我走不走啊,这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想过走, 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已经跟那个就是那个community啊, 已经有差不多有半年到9个月的时间啊, 一直就是他们就是我跟接触, 然后帮助我response,什么的那个就是, 然后我又到处讲去做那workshop, 或者seminar,就这类的去educate别人, 让他们遇到这个事应该怎么办,是不是, 而且告诉他们,就是political environment, 你这时候应该怎么prepare,是不是,就是这个事, 就是我海陪跟我走了也很多地方, 真是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东南到北, 然后这个时候,我从哪以后,我再也没有把这个案子当成是我的案子, 我跟了很多人说了,我说我从哪以后, 我再也不consider这是Sherry Chan的case, 真是,这个因为什么呢,我就不能接受, 你一点就是没有错, 然后你的case,你的charts全部drop了, 你还要loose你的照, 这个就是,你说是不是,就是根本就错了, 他们做错了,然后呢,他就为了这个, 你还要丢掉你的照,这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你看吧,那个IBI总结出我那个,就是20年, 他把我那个,单位对我的评价全是高级了, 他就还common,他说,他说他我, Constantly receive a positive,就是那个remarks from他那个就是peers, 他说,都都找不着一个improvement, 你说谁一个人,就说找不到一个improvement都没有找着, 你知道吗,而且我跟你说,那都是annual, 我那个quater里都是极好的, 我那个所有的我的单位, 那个就是都是这样的, 我都没有这些记录,他们都给搁到一起了, 然后呢,还给我fire,他没有任何理由, 你知道吗,然后他们编造了一些, 做了一些那个就是,他们commerce department scandal, 把那个我那个co-worker12个affidavit给藏起来了, 根本就没给我们最后那诈之, 不是也是,那个狠狠的批评他们, 就是criticize那个这个事, 然后呢,我就不走, 我说我这回要打官司, 就让后人如果遇到这事了, 我就说,你这个没有罪, 你这差点被抓到了, 你不能他,你这个单位就不能, 不应该fire你, 所以我要打这个官司, 我这个官司我就打,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因为他给我发了, 我也没有收入, 这也是没有收入, 就又打那个时候, 那个就是这个community又帮我response, 这不是, 当然不是为我, 不是我给我, 全是legal fee, 我没有那个钱付那个律师, 所以这是第二个官司, 就是这个第二个官司打的也非常艰苦, 因为那个他们都做了统计了嘛, 第一个官司, 第二个官司, 那个你剩的率, 就是概率都极低, 像那个, 这个就是我的employment case, 也是百分之一点多, 你federal employee告那个federal government, 概率非常低, 所以, 所以我, 我知道明知道这个, 我根本就没有想, 这后果, 我就打, 没想到是全省, 那个炸着那135件的那个, 就是他的最后判决, 就那个, 好像那个那个就是说, 我是那个victim of a gross injustice, 然后那个狠狠地批, 就是批那个carment agency, 那个时候, 开庭的时候, 清清, 血海培同志, 主席, 然后还有那些, 就是他从东西海岸, 人都飞下, 就是到那个, 我那个cord去, 去pack, 那个inside, outside呢, 是extremely cold, 哎, 那个就等于中国那个零下二十度, 差不多二十度, 二十度不说吧, 那天关键是刺骨的, 西北风啊, 那个刺骨, 我和我的律师就是到中午, 出来的一会儿的时候, 就几分钟, 我们那个就是那个break的时候, 我的律师他有一个blog, 去他们office, 出来的时候, 我跟他们就是, 大家去打一下招呼, 都给我动的都不得了, 他们在外边要站, 在外边站了, 一两个小时, 哎呦, 我说真能死人, 这一点都不假, 一点都不假, 真的一点都不假, 他们很多人都说呀, 后来不是那有一个那个, 就是那个hotel manager, 给他们提供的hot beverage, for free, 然后呢, 他们端过来说, 没有这hot beverage, 我们可能就死了, 后来就是, 那inside quarter room也满了, 我那个律师,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 是不是, 他也特别激动, 他那天也是, 哎呀, 他跟我说了好几次, 这个U.S.pyrson, 她永远也不会忘了, 这U.S.pyrson, 然后那个, 那个外边又是, 哎呦, 大家举着那个牌子, 其中还包括两个, 三个, Japanese Americans, 那个有一个是82 years old at that time, hold the sign, 那个, 后来这回我这个在那哪儿, 我们那个就举行那庆祝会的时候, 我说一定, 把他们请来, 最后那个当时那个, 他年轻人现在他在1987年 他不过来 他冻了一个非常好的词 就跟纪念于我奉险的决赛 另一个人 他是 他是最后的日本的日本的《里�》 《里�》《里》 《里�》 《里�》《里》 《里�》《里》 他和他的妻子都在那里 他很高興,他也很高興,他的妻子也很高興 每次我們說話,大家都記得很明顯 很明顯,很明顯 然後我們到Boston,很明顯的故事 像劉弗,她是非常勇敢的。 那天,我记得,CBS Six Minutes, 我和教授和教授。 所以我们在一起工作。 CBS Six Minutes, 可能过去的五十年, 都没有几个中文在上面。 有完人的上文, 你是唯一,一两三个人。 对。 那个,那个,那个, 所以,我只是说, 我只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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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说,